江苏的宋小姐右眼视力几乎丧失 而这竟然是因为玻尿酸龙鼻的关系 宋小姐前前后后 已经花费了一万多元 进行过多次微整形 他都是向熟人购买医美用品 然后请美容诊所进行施打 但没想到这次龙鼻出了问题 由于注射玻尿酸进入血管 导致了眼睛的部分功能的坏死 可能会导致失明 报警查访之下 发现宋小姐施打的美容产品来源不明 不孝分子以低价购入 再转卖获利可达三倍以上 而美容诊所也根本没有医疗执照 先找个几个比较药好的 做做练练手什么的 慢慢慢慢胆子就练出来了 这个工作它也挺轻松的 随便给人说几声 就可以赚个千把块钱 这些非法美容集团 竟由社群网络串联 多打好几百人 有人负责药品推销 有人负责施打治疗 更吓人的是 他们在操作微整形手术之前 往往只经过三五天的所谓培训 根本把病患当成白老鼠 记者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